华晨宇演唱的《山海到底有多棒》,彭格尔的一番夸奖,说出了关键。 最新一期的歌手中,华晨宇的排名却有点出乎所有人意料,他近乎完美的表演,却只获得了第五的排名。 一向成绩稳定的《花花》,这次竟然跌出前四,这也是他在歌手舞台上的个人最差成绩了。 这次,华晨宇演唱的是改编的歌曲《山海》,不过,华晨宇却对自己的表现相当的满意。 回到休息室的《花花》,还兴奋地手舞足蹈了起来。 华晨宇甚至毫不掩饰地说道,我唱得很投入,我怎么唱得这么好? 很明显,这次是《花花》,自参加歌手以来,自认为表现得最出色的一次。 不过,对于第五的排名,华晨宇也表现得很坦然。 他认为只要自己把好的作品呈现出来了,自己唱得满意,就足够了。 其实,华晨宇当晚演唱的《山海》确实是十分的惊艳,他的改编也达到了极致的程度,每个细节都做到了精雕细琢。 华晨宇还对整首歌做了很大的改动,并且加入了很多属于华晨宇自己风格的东西。 华晨宇在演唱到高潮的部分,近乎呐喊的演唱方式,收放力度非常大,也让现场所有听众都陶醉于其中。 华晨宇演唱的《山海》到底有多棒,腾格尔的一番夸奖,也说出了关键。 腾格尔一看见华晨宇,就毫不掩饰自己的欣赏之情。 腾格尔说道,今天你的这首歌太棒了,我是学作曲的,但是我写不出来,非常的超现代。 腾格尔作为一位专业的作曲家,对于华晨宇的编曲也赞不绝口,从这个细节上,就足以证明华晨宇的音乐才能和天赋了。 腾格尔还夸张华晨宇的编曲是超时代的,这种包奖也确实是最高层次的了。 腾格尔继续说道,你的高音是那种空灵般的,看到宇宙的那种感觉,太有才华了。 腾格尔的这句夸奖,其实是说出了关键。 因为有很多网友都在质疑华晨宇只会嘶吼,只会飙高音。 但这些质疑华晨宇的人,都是不懂他的人。 华晨宇的高音是有节奏和旋律上的变化的。 腾格尔能这样高度评价华晨宇的高音,也确实证明,只有能听懂并能欣赏华晨宇的人,才能真正发现华晨宇到底是有多优秀。 虽然,腾格尔这种宇宇级别的夸奖,确实有点言过其时了,但他的这番评价,就能充分说明,华晨宇演唱的山海到底有多棒了。 难怪当宣布成绩时,连洪涛都感叹,华晨宇今天的排名和他的表演有些不匹配了。 不得不说,华晨宇再次为观众们呈现出了不一样的风格,他演唱的山海完全可以用几乎完美来形容。 如此年轻的华晨宇,也确实是歌坛的一股清流,是年轻歌手中的中流砥柱,花华加油。